高粱有名男子最近去进行了这个针灸治疗 结果糟糕了 他的肚皮上长出了一大片的红疹 有的还起了浓包非常痒 找了皮肤科医治之后找到了原因 原来是因为针灸的过程当中 消毒不完全引发了细菌感染 陈希男子掀开了肚皮布满了一粒一粒的红点 又痒又痛 针灸三天后终于受不了 到皮肤科诊所就医 三四天的时间 所有针灸点开始产生一些红肿 秋枕跟浓袍的现象 可以看到这些在肚子的部分 有很多的这种红疹 才三天的时间 男子针灸的地方发炎起了许多的红疹 有的还已经红肿 更严重的形成了一颗一颗的浓泡 细菌的感染如果轻微的话 有时候会自己好掉 可是万一病菌的毒性比较强的话 有时候会产生比较深层的感染 甚至范围在扩大 引起局部的淋巴基的肿大 然后可能又会有发烧的状况产生 医师表示 这都是因为针灸消毒不干净 引起的皮肤炎 严重的话会造成溃烂 留下了疤痕 来到中医院 中医师强调 患者可能是被扎了不干净的针 那这个针灸的话都是抛弃式的 只用一次而已 就丢弃 就丢掉了 所以说不会有这种 比较不会有感染的问题 安全的针灸过程 除了在患者的皮肤上用酒精棉擦拭 目前都采用抛弃针 用了就丢 而医师取针时 才从包装链拿出来 以免细菌感染 民众如果针灸时 可以注意这些步骤 以免治病不成 还引发更多的毛病 总体新闻 欧传陈上益 高雄报导